本欄目由北美华人最大的购物网站 易上购物特约播出 最齐全的商品最优惠的价格 竟在易上购物 大家好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北京时间7月23日 山东省疾病防御控制中心 在官网发布文章称 已经查明2017年长生生物子公司 长春长生不合格摆摆破疫苗去向 该疫苗已接种超过24万只 涉及超21万儿童 另据报道 河北一省也超过14万儿童波及 该事件引起了社会的震怒 舆情汹涌 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均口诛笔伐 甚至形容此次疫苗问题带来的危机 比起10年前内地爆出的毒奶粉事件更甚 更为严重 媒体指出 劣质疫苗与毒奶粉之所以弄致人人自危 怒声痛骂 全因受害者军事诱弱的孩子 而被媒体翻出劣质疫苗旧账的长生生物 成为舆论的封尖浪口 让公众更为诧异的是 相关公司劣迹斑斑 核心人物 贿赂官员 给采购人员回用 东窗事发之后却没有受到严惩 反而成为了站在公众眼前 风光无限且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有评论认为 该些案中进行的丑陋勾当暴露的正是 政伤浑浊 监管失守的问题 生产余25万只劣质疫苗 长生生物只被罚款344万元人民币 于公众观感而言 不斥罚酒三杯 区区的罚款金额 与其说惩罚作恶 不如说是鼓励作恶 既不能取信于民 也不能取悦于民 对比10年前震惊全球的毒奶粉事件 导致内地出现大量的结石宝宝 媒体认为 10年过去了 国产奶粉还没有从信任危机的泥沼中爬出来 疫苗却没有吸取教训 继续踏入了同一条河流 而要助洗消费者的信心 并非靠亡羊补牢的监管 而是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的一条龙监管 形成疫苗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中国宣传部门对假疫苗问题的报道 严加控制 禁止独立调查报道 并且管控和封杀网络消息 其中包括不加警告直接封闭账号的措施 尽管当局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审查官 昼夜不停地删帖 但民众愤怒如狂风席卷而来 漏网帖子遍地皆是 三生万物我懂了 小孩子的三聚庆安 少年的疫苗 青年的现金贷 中年的PRP 老年的红毛药酒 生存不易 一定要道义有道 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不怕外患多 就怕国人坑国人 继续让这样的企业发扬光大 总向世界残害世界的儿童 这就是国家给我们的答案 据说那些捞钱的官员 都准备移民美国享福 因为他们时刻准备着不当中国人 北京学者荣健写下疫苗三怒 一怒不乏厂家 公然造假 谋财害命 丧尽天良 十恶不赦 必须严惩 重刑伺候 坐牢终身 二怒 要监部门 放任监管 行同虚设 轻罚免责 纵容犯罪 权钱交易 潜伏后继 必须追责 三怒 要监官员 钱罪轻责 不去私过 反以重任 失位速餐 严重独职 玩忽职守 必须下台 中国假疫苗事件惹民怨 官方却以严控舆论因应 导致大批中国网民 这几天干脆改到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留言 有网民说 整个中国只有这里能说话了 中国黑心疫苗正在延烧 不止民众恐慌 权斗也随之而起 据法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非洲访问 已有网络呼声 要求习近平提前结束非洲之行 紧急返国 网络上更有短暂的一度出现 领袖应该引救辞职的呼声 对如此重大的公众安全 不应该逃避政府责任 但这种说法很快被删除并封账号 这也让即将召开的北大河会议 增添了权斗传言 舆论认为 多年前习近平李克强 已经都贵为中国领导人之身 现在习近平定于一尊 几乎形同帝王 李克强执掌国务院 2010年山西爆发疫苗事件 媒体爆出当地近百名儿童 注射疫苗后 或死或残 中国经济时报调查记者 王克勤调查发现 大量疫苗疑因高温存在质量异常 疫苗生产企业未遵循招投标程序 存在官商勾结等等 导致数十名儿童死亡 伤残发病 但是调查记者王克勤最后被免职 因迁发他的雄文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该报总编辑包岳阳被免职 中山大学爱晓明教授追问 最早为疫苗受害儿童打官司的 唐精灵律师在哪里 更早以前 2006年至2009年 广东唐精灵律师代理 新会疫苗受害儿童追究相关生产单位 和疫苗分配部门的产品责任 协助受害家长提出 建立疫苗受害家庭的救济 和保障机制的倡议 但是2014年5月16日 他因为所谓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 次年被以涉嫌删颠罪逮捕 2016年判处5年徒刑 山东省2016年爆发疫苗丑闻 嚷嚷了一阵没有下文 习近平照样在非洲搞大外交 之前有人呼吁 希望他不要在非洲大撒币 不要做金钱外交 应先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状况 医疗卫生状况 今天这样沉悲愤怒的声音 笼罩着中国大地 在他们看来 关注国民的生活 远比他们眼中浮夸外交 大撒币 空洞的一带一路好得多 署名英丰乐的作者写的疫苗气问 可能代表了他们的心愿 这一次我们都不能做看客 我们不能有意思的容忍 这次我们必须要一个真相 要一个结果 要一个改变 尽管习近平岳阳发出严查的指示 李克强也表示要一查到底 但仍难平息网络上民众 对黑心疫苗的愤怒 在中美贸易激战震撼 和中共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氛围之下 中共官媒已经无所适从 又诡异莫测 为此中南海正在紧急调整 中共外宣的新战略 博讯的报道称 中共意识形态的大总管王沪宁 并未如海外谣传那样隐身或失踪 更没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生激烈的内斗 在回答有关阿里巴巴和腾讯 以及华人文化投资等中资背景公司 异于收购全球广告公关 和传播巨头WPP部分 中国业务问题时 中南海执行者说 尽管中国商务部是此类收购案的 官方审批主管部门 但王沪宁及其中南海核心智囊和御用团队 却直接过问了此案 不仅是参与 甚至暗中支持相关公司主动出击 要求中宣部高层 全程跟踪收购进展 并敦促商务部一路绿灯 试图尽快拿下这一项目和完成任务 最近美国政府官员两次点名习近平 认定他损害中美关系 这一现象极不寻常 7月18日 针对美中贸易谈判和贸易战 川普总统的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指明 是习近平不愿意达成协议 7月20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中心副助理主任 迈克尔·克林斯 在一个重要的安全论坛上指出 中国正在对美国发动静悄悄的冷战 而习近平是这场新冷战的主要推手 作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库德洛和克林斯的表述非常明了 习近平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早些时候 川普总统曾经表示 他相信金正恩态度反复是受了习近平的影响 川普说 对此我感到失望 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这种做法极不寻常 联想到中共高层正在发生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 各种有关习近平权位不稳的传言不进而走 在这种时候 美国政府对习近平的点名批评意味深长 海外时评人士分析说 美国政府的公开表态非同小可 将间接影响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轻则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和威信 重则促成中共高层权力重组 中国教育部不久前发布通知说 依法终止234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有分析认为 这与中国政府排斥西方思想及最高领导人 要强化共产党意识形态有关 中国教育部近日印发 关于批准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的通知 并且公布机构及项目停办名单 其官方网站的消息说 截止到今年6月 本科以上的中外合作和办学校机构和项目 共有1090个 这次停办的办学机构和项目是234个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特别提到 北京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的6个中外办学项目遭到终止 这意味着中国最有地位的学术机构 也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打压西方思想和观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可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政府这次的做法 共产党及全社会最主要一点叫控制一切 但有一块不被控制 那执政党就会觉得危险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我觉得是有人要立功 表态 可能教育部经过研究为了和中央看齐而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最近习近平的讲话在讲政治 那教育部就认为要在教育这方面落实共产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 而西方价值观不符合这个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现实中的利益 例如一些原来对西方知识持办欢迎态度的学校 他希望自己在这个领域独大 于是他也支持教育部的举动 中国一些民间的官办的学校有自己的利益 西方的教育机构对考生来说有更大的吸引力 这个就像保护民族工业一样 旅美学者吴作来认为 这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被关停是必然结果 西方担心中国利用合作项目来套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而中国担心西方的意识形态随着合作办学进入中国 他也很难控制所有的项目 还有保证这些项目不被对方利用 查看停办中外合办项目名单即可发现 在中国所有的地区中 终止教学项目数量最多的是黑龙江省 共有100个项目被中断 其次是有31个项目被停办的北京 和有28个项目被停止的上海 一名持枪歹徒当地时间7月22日夜间 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开枪 导致包括嫌犯在内的两人死亡14人受伤 警方表示不排除任何作案动机 但判定这次枪击事件的性质还维持过早 多伦多警方表示 一名年轻的女性丧生 另一名年轻的女孩重伤 情况危急 目击人士向当地媒体形容 他们听到约20声枪响 以及多次填装子弹的声音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 目前已知嫌犯是一名28岁的男子 曾在犯案后逃跑过程中与警方交火 之后尸体被找到 环球新闻引述多伦多警方消息来源说 凶贤自禁前巨性朝警方开枪 枪击发生在多伦多东区 当地有许多人气餐馆 咖啡馆和商店 事发后现场聚满警察 救护人员和消防员 传统上 加拿大的枪支暴力程度相对较低 与邻国美国相比尤其如此 但加拿大最大的都会区多伦多 近来因一连串的枪击案令人人心惶惶 今年就有超过200起枪案 约20多起是致命枪击 多伦多上周宣布了一个 旨在减少枪支暴力的计划 其中包括增加200名警力 每天19点到凌晨3点到治安敏感街区巡逻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读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